欢迎收看订阅频道 今天呢我们ROBOTS啦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寻找 新的传说级和神话级的培根啦 这些培根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拿到 OK 只要你跟着我步驻走 那么你就能轻轻松松的拿到这些传说级和神话级的培根吧 OK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的游戏开始吧 Let's go OK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来找这个银子的培根啊 还有这个地狱的培根 还有这个恶魔的培根啊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OK 首先呢它在哪里呢 它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新的樱花啊 樱花的地方和这个山的 这里啊看到吗 下面有一个隐藏的路啊 就在这里 OK 看清楚了吗 OK 首先呢我们自己要 这里要跳下去 OK OK 这里跑步呢 我要跟大家说 这里的跑步距离有点远 所以呢大家要小心一点哦 OK 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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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里跳过去 OK 这里要跳过去 啊 这里跳下去 啊 然后大家在这里呢 你要进入这里 然后你就会传送到了地狱啊 你看这里 OK OK 来我们就来继续寻找吧 OK 就在这里 看到吗下面有个隐藏的路 OK 我们自己跳下去 OK 然后这里呢要下去 然后这里下去 然后直直走呢 就可以找到那个银子的培根啦 来 OK 拿到银子的培根了 然后呢 这里呢 OK 下一个呢 我们要找这个地狱培根啦 然后这个地狱培根呢 就在对面 你看到吗 有一个隐藏的路啊 OK 这里呢 我们要回去 要前回去呢 我们要重新来过 OK 如果这里呢 你不小心要下去的话 啊 你就整个游戏要重新来过啦 是很麻烦的 OK 所以要这里要小心点 OK OK 地狱培根呢 就在这里 看到吗下面有个隐形的 可是呢 我们先不要拿这个地狱培根 OK 我们先来找这个 恶魔培根啦 OK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找了这个地狱培根呢 你就要重新跑酷 啊 然后再重新来到这里 然后去里面找那个恶魔培根啦 所以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先找了恶魔培根 然后就可以跑出来 才来找地狱培根 OK OK 我们先来找恶魔培根吧 来 走这里 OK 来到这里呢 有个跑酷 我们自己就跑酷 OK 这里呢 各位要小心哦 这个红色不要触碰到哦 如果你触碰到的话 你就整个游戏要开 重新开过了啊 你看 如果不触碰到的话 我游戏要重新来过了 OK 我们回来了 这里我们要小心 小心点 其实啊 这里不会难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 啊 那么就轻松通关啦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这个难度 把他放在是最难的难度啊 OK 呃 这里 跳上去 呃 这里要 跳上去 啊 然后这里呢 各位观众要小心哦 这里如果掉下去的话 你游戏就要重新来过了 OK 然后这里要小心 然后跳啊 然后这里 就拿到了恶魔培根啦 OK 非常简单 就是哦 然后呢 拿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跳过来 这里 小心哦 不要掉下去哦 不然你要重新来过哦 OK 我们就跳来这里 然后自己 跳过来这里 啊 OK 来 我们来找这个 啊 地狱培根吧 地狱培根呢 他就在 呃 OK 他就在这里 OK 他在这里 各位观众 注意到吗 他这有一点明显的一个 正方形的 这里 OK 他就在这里 OK 啊 这里哦 跳下去 OK 然后就传送到了 恶魔培根啦 你看 哦 很简单轻轻松松的吧 OK OK 这三个培根呢 我们就找到了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的 很轻松 啊 真 真的是 没有什么难度啊 OK 我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它放成最难的难度啊 OK OK吧 那么我们就找下一个吧 OK下一个呢 我们来找这个 时空旅行者啊 OK 他在哪里呢 他就在这里 OK 现在我们来的 这个新的地区啊 这个樱花的地区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个开party的 他后面这里有一间物质 我们进入这里 然后来到这里 OK 这里看到吗 各位观众 有一个传送门 我们进入 OK 然后这里 这里就非常轻轻松松 都拿到了 OK OK 这个传送门呢 啊 他不一定会出现哦 他大概 你要等他一个 五分钟左右 大概是五分钟左右吧 OK 他才会出现 OK 你们要抓好时期 然后进入哦 OK 那么我们就找下一个吧 Let's go OK 下一个呢 我们来找这个 面包培根啊 这个面包培根呢 而且是还蛮可爱的 OK 他在哪里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OK 他在这里 有个面包店啊 然后那个面包店 是关门的 OK 这里呢 我们要做他任务 他任务什么呢 就是要找到 五个面包吧 OK吧 我来带大家 来寻找这个面包吧 Let's go OK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就来这里 OK 来到这里呢 他这里有一个面包啊 这个其实呢 是非常的简单啊 OK 我们来找第二个吧 OK 第二个呢 就来这里 现在这里 啊 这里是第二个 OK 那么我们就来找第三个吧 OK 第三个呢 就来这里 OK 这里有一本书本 我们来点进去 OK 进入了这个动漫世界啊 然后这里跑酷 看跳 看跳 跳 然后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里 一直选择这个的方向 OK 然后直接传送 OK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这里呢 有个面包 捡起来 OK 就第三个了 OK 那么我们就来找第四个吧 OK 第四个呢 就在这里 OK 第四个呢 看到吗 有个面包 这就是这里啦 OK 那么我们来找下一个 最后一个 来 OK 这里对面 直接去 OK 来到这个办公室里面 哦 这里有个面包 捡起来 你就拿完啦 第五个面包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回去 OK 收集完五个面包之后 各位观众 开门了 楼子里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面包皮根啦 啊 OK吧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可以这个观看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是很简单啦 非常简单 OK吧 那么我们来找下一个吧 Let's go OK 下一个呢 我们来找这个 绰培根啦 这个绰培根在哪里呢 他就在这个蛋糕 呃 这里 后面 这有个井 OK 然后后面这里 呃 这里啊 他就在这里很明显吧 然后你进入这里 OK OK 这里呢 你进入他的跑酷世界啊 然后这里呢 你不要跟着他路走哦 因为他是骗人的 OK 首先你要跟着我步骤走 来 这里跳过去 然后这里跳过去 OK 然后这里跳过去 跳过去 这里跳过去 OK 来 这里呢 就有一个隐形的路啊 OK 你要怎样玩呢 这里 你就这样子看 看下面 OK 下面有路线哦 你看各位观众 OK 就 这里就靠 靠你的技术吧 OK 这里慢慢走吧 啊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直接跳过去 啊 都能拿到了 哈哈哈 OK 我们终于找到了 这里呢 我认为呢 各位要花点时间 去啊 挑战吧 OK 我觉得 你花点时间 你就会成功了 OK 那么就找下一个吧 Let's go OK 最后一个呢 是怪人培根啊 然后这个怪人培根呢 会比较困难一点啊 因为呢 你要找到五个 神秘的按钮啊 而且呢 你要跟着顺序 OK 然后这个怪人培根呢 他有可能 更新了之后 他会改地方哦 OK 目前呢 我这个是3.15的版本啦 OK 那么我们就来开始找吧 OK OK 首先呢 我们来这里 农场这里 这个牛 这里按钮 按下去 OK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来这里 OK 这里一个苦龙的骨头 然后这里按下去 然后再找第三个 OK OK 第三个呢 就来到这里 OK 这里下面 有一个 按下去 按钮 然后就来找第四个吧 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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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呢 就在这个店的里面啊 然后我们这里进去 进去了之后 楼这里 有个按钮 按下去 OK 按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出来 来这里 找最后一个 OK 最后一个呢 就在这个桥这里 按下去 第五个 然后呢 你就来找最后一个吧 OK 还在这里 OK OK 爬上来之后呢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看到吗 这里有个隐藏的门 我们这里跳进去里面 啊 他这里呢 他就开门啦 OK 然后就进入这里 OK 各位观众 看到吗 就找到了哈 这个怪人培根啦 OK 那么我们就有找到 所有的培根了 那么呢 我这个版本呢 是3.15哦 OK 他有可能会改地方啊 如果他更新了之后 OK 那么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 订阅 记得点赞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